好 拿着 什么呀 你少给我装啥 余山青的东西 请你帮我转交给她 余山青不在寝室吗 对 她最近在忙着做数据整备 可能要晚一点下班 你帮我告诉她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不想看到这个人 你别走 你干吗呀 你还真是余山青那家伙的好朋友啊 一路货色 我告诉你 以后少纠缠我们起名 不然我给你好看 我不是要纠缠 我是想 你想什么呀 人家的事用着你想嘛 让开让开 她好人心 别走 别走 你听我说 余山青那天真的不是故意躲着你的 我们其实是在对一二车间的联络数据 她正好看到我这有一本原版的英文书 所以才留下来看书的 谁问你这个了 我知道你没问 我是看你那天在寝室等她 没有等到你才生气了 我才 你别跟我啰嗦这些事 好 我不说 我不说 我是怕你们之间有误会 我跟她之间没有任何误会 我就是看不上她这个人 不想再跟她交往了 你就把这个原话告诉她 余山青不是你们想的那种人 她是哪种人你又知道了 你们不要听心外面那些流言蜚语 我和余山青是大学同学 我太了解她是什么样的人了 她是因为太忙了 根本不是因为什么 刘总工不得适才冷落你等等之类的 启明 启明 你别激动啊 启明 你要干吗去 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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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去 启明 你别激动 你是不是想去找那个余山青 说清楚啊 要不我陪你去吧 你还真信她那些话呀 我 我不信 我跟你说 他这个人看着年纪不大 其实想法比谁都复杂 他在余山清之前追求过我 我没同意 你以为他那些话 是在替余山清说好话呀 其实就是在变着 范儿地挑拨了一件 我看他就没安好心 你等着 你又要干什么 你这个 你这个巫视的坏人 你凭什么骂人 凭你满肚子坏主意 你走开 我不认识你 不想跟你说话 我还不认为你这个多呢 我告诉你 刘启明以前看不上你 现在还看不上你 以后更看不上你 余山清不是什么好人 你更是个混蛋 你别以为 刘启明和余山清分手了 你就有机会了 卖喊们想吃天鹅肉 我警告你 以后离刘启明远一点 看什么 走 你还没骂过是不是 这缩纳技术人 还是怎么这么大火急啊 不都已经踢扒了吧 怎么还这么不高兴啊 谁得罪你了 要不要我踢你出头啊 这个人可不比那个刘晓妞啊 她可是一个泼辣的角色 谢谢 不需要 太阳 爸爸 你怎么来了 工作场合注意影响啊 别给小孩子说 我不管 你刚刚都要吓死我了 不是说不让你来车间吗 你们老是不听话吗 我才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来 你在这儿工作太危险了 回去我就要告诉妈了 不能跟你妈说 为什么不能 你今天是大阴性 小孩子别乱说话 今天都是宋运辉的功劳 小苏 今天辛苦了 你就是宋运辉啊 我赶紧吃点饭 回去好好休息 我这就回去 爸爸在这儿呢 我想跟你们了解一下情况 隔壁那不 隔壁那不 好 你好 你好 我叫宋运辉 我是津州化工总场的技术员 我有一个朋友 昨天晚上一直没回来 我担心他出了什么事情 想跟你们了解一下情况 你有工作证吗 有 工作者 说说你朋友的具体情况 我朋友叫寻建祥 你说你朋友叫什么 寻建祥 寻找的寻 建设的建 吉祥的祥 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 喂 刘所长 我是小姚 请你过来一下 你是宋云辉对吧 对 需要你在这儿等一会儿 我们要向你了解点情况 好 进去 就你还记住点呢 戴个眼镜就能冒充支持分子了 刘所长 我说过很多次了 我是寻建祥的好朋友 不是什么犯罪分子 你们没有权利把我关在这儿 行了 昨天晚上也有你吧 我们两头主还跑了好几个呢 我看有个小子他的身形 和你就挺像的 是不是你啊 昨晚我一直在宿舍 你叫宋云辉 对啊 寻建祥因为犯罪 已经被我们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 现在我们正在查找寻建祥犯罪团伙的 其他漏网分子 你既然跟他是朋友 那么你很有可能是他其中的一员 我要是犯罪分子 我怎么可能送上门来让你们抓吗 你如果不是犯罪分子 那我们很快就会放你出去 绝对不会超过半天的时间 请你放心 我们公安机关从来都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但是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刚才我们已经给你单位打过电话了 你们单位人来了以后 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现在 你先好好歇着 我们过会儿再来找你 好好待着啊 佐洛 李宗盛 李宗盛 民村 люблю 你看